对于我们大部分的普通人来说 在图片编辑处理方面 我们总是遇到一高一低两个难题 高指的是图片编辑软件之王PS 目前在图片处理领域几乎没有PS办不到的事情 但是它的学习曲线太高 离广大人民群众有点远 第一指的是类似美图秀秀这样的图片编辑器 它确实操作简单 但是功能太少 又无法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创作需求 所以今天我们取个中间值 来看五款免费 操作简单且功能强大的图片编辑器 第五名PixArt 美意 实际上在中文用户中 美意在前几年就已经小有名气 除了图片处理之外 美意也增加了简单的视频剪辑功能 它的使用基本是傻瓜似的 除了常规的对图片进行调色 排切文字编辑以外 它的主要优势和它的名字 PixArt一样 提供了丰富的图片艺术加工功能 不像其他的一些图片编辑器需要收费 这些功能大部分都是免费的 另外它的手机版APP 则提供了更多更丰富的功能 很多在网页版需要付费的功能 例如Code to Replay等 在手机版都是可以免费使用的 美意在手机端 还有一个制作GIF动图小动画视频的APP Animator 利用这个APP可以制作一些简单的小动画 非常有意思 第四名Canva 可画 Canva是目前网络上推荐最多的图片编辑器 海量的模板基本满足了绝大部分场景的图片处理需求 丰富的素材库可以最大程度的提升创作效率 还可以添加音乐制作动效小视频 一键抠图功能也是免费的 另外还可以添加多种图片效果插件 在线图片资源库 云环资料提取等 比较突出的一点是它的文字特效功能 是很多图片编辑器没有的 必须点赞 当然Canva也提供了同一样功能强大的手机版APP 个人认为Canva作为普通图片编辑处理来说 几乎没有什么缺点 在进入第三名的介绍之前 给大家推荐三个有意思的小工具 第一个TOMI 可以将人像照片一键生成3D卡通形象和动漫形象 除了网站以外 TOMI还有手机版的APP 如果想制作卡通3D头像的朋友可以试试这款软件 第二个Artisan Artisan是Lerabird旗下众多的应用之一 这是一个漫画动画素描艺术效果制作器 遗憾的是该应用只支持安卓手机应用 喜欢将图片制作为动漫艺术效果的朋友 一定要使用这款APP 第三个Kamika Kamika是一个图片制作成漫画书效果的应用 相比之前的Artisan 多了贴纸和文字编辑功能 图片导出后 直接就是漫画书效果了 该应用也只支持安卓手机应用 接着我们来看第三名Pixler 和前面几个编辑器相比 Pixler的编辑界面更加工具化一些 好像是简化版的PS 但是操作上比PS更直观更简单 也有图层概念 常用的图形处理工具几乎都有 学习难度几乎为零 也是通过简单的拖拽就能解决问题 另外还有单独用于抠图的编辑器 除了某些特殊效果功能需要解锁升级 基本上是免费使用的 如果单纯从图片编辑器的角度来讲 我认为Pixler是最好的编辑器 当然Pixler也有电脑桌面版和手机版APP 第二名Photop Photop几乎就是网页版加免费版的高仿PS 从介面到工具图标 再到使用和PS一模一样 也有蒙版调整图层功能 钢笔工具 对于没有使用过PS的人来说 估计看到这个界面就已经关闭网页了 但是为什么还要将它排到第二名呢 没有办法 就冲这个免下载免费使用的PS 就得将它排在第二名 终于来到了我们的第一名 Photoscape X 它只支持电脑版应用 这个软件集图片查看器 编辑器 抠图 批量处理 拼贴化 图片组合 GIF动图 制作为一体 其他软件有的调色 剪材 滤镜 边框等功能它应有尽有 最最重要的是它的一键效果预设 我们常见的图片处理效果 在这里都可以一键搞定 简单拖动即可 如果你想知道各个效果的具体使用结果 可以来到首页查看各个预设效果的使用位置和使用方法 我认为Photoscape X 是目前免费图片处理软件中 操作最简单 功能最强大 最方便的软件 除了普通的免费版 还有一个Pro专业版 有更多的功能 更多的素材 不过才卖280块钱 也真够良心的 以上就是为大家推荐的五款图片编辑处理软件了 如果你认为还有更好用的图片编辑软件 请在下方留言 以便帮助到更多的人 当然最好是免费的 免费是很重要的 如果你还想了解更多关于影音工具方面的资讯 请点赞订阅本频道 这将是对本频道最大的帮助了